大家好,我是明哥,这里是明哥聊太极 今天的教学时间,我们继续学习85式阳式太极拳的传统套路 上一次我们教到了一个转身撇身锤 从伞通背,转身,左脚向右勾 然后右掌变前向右撇出,左掌推出 同时右脚收到左脚旁 身体先右转,先右转再左转 伞通背,先右转,撇出拳 右手抽回,左手左掌推出 身体然后再左转 把右拳打出,把左手抽回来 那么今天我们学下一个试着是 进步搬拦锤 拳向下落,向身体前收 同时迈右脚上步 然后右手的拳由向右方拦出 身体右转,同时迈左脚 迈左脚的时候,右手掌向前拦出 然后身体向左转,把右拳从左掌的下面打出 这个是进步搬拦锤 顾名思义我们上步,要上步 好,转身撇身锤 然后迈右脚,迈右脚的时候,撇右拳 上左脚的时候,拦右掌 然后身体左转,把右拳从掌底积出 进步搬拦锤 好,我们今天大家呢 这几个试着的动作比较多 大家要多练几遍 好,我下面给大家看一面 闪通背 闪通背 到 转身撇身锤 转身的时候,把拳撇出去 把右,左手推出 然后再转身 把身体再向左转回来 转回来的时候,左手撇回,右手拳打出去 然后下一个是转身撇身锤就完了 然后转身撇身锤过以后 然后把这个锤下来 然后迈右脚从左向右把它搬 拦,拦,右手拦,锤 上步搬拦锤,上两个步子 好,今天我们就学一个进步搬拦锤 进步搬拦锤的前面呢,是一个转身撇身锤 这两个式子的动作比较多 大家呢,每次多练两遍 好,谢谢大家订阅 好,希望大家能学会 谢谢大家